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會跟大家分享溫哥華西區 在Kanby街旁邊有個小公園 Win Honor Park的一個新項目 它叫Savannah 待會會跟大家去看看那邊的環境 然後去看售樓處 然後過來Marine Gateway 這裡是Northwest樓下的粵餐廳吃個午餐 這間是不是新開的 這間都不算新 應該都開了大半年一年 覆滿樓是不是聯營呢 這間就是Marine Gateway 我們以前經常去黃屏 我們今天試試新的東西 這間都開了一段時間 但它很久了 在Northwest樓下包住覆滿樓很久了 我想九個月一個月前就開始開了 它就變成粵餐廳 其實它有兩個菜單 一個可以像酒樓飲茶一樣 點點心 我們剛剛來了第一個 我們叫了一個黑椒燒汁和牛酥 它也有整個菜單 你就可以碰一些小炒的 有些湯 有些扒餐 然後又有些意粉 就是什麼都有 我們現在試一下和牛酥 剛剛打浸就很痛了 手臂了 右手的這幾條筋可能是發炎 所以我已經是兩三個月的時間 睡覺都會痛 或者手不同程度的 向前痛或者向後痛 也不同的 很新鮮的 然後看了幾次醫生之後 醫生就說 在裡面發炎 直指痛藥其實幫不了 所以他剛剛幫我打了幾針 然後嚇到機仔 好了 我們現在不要趕 他很害怕 我怕他會暈 還沒吃到和牛 它是一個醬 來煮的 像是黑椒牛肉 是嗎 我吃到很重的黑椒味 當黑椒味重的時候 分不到它是否真的和牛 糯米雞 他很貼心地幫你打開了一位 好多碳水 待會還有六個鍋 剛剛我吃了一個酥 我一會做運動 它有些瑤柱 是不是瑤柱來的 是啊 有些瑤柱 黑色的是糯米飯 臘腸 那些雞在哪裡 雞在者類 雞翼 它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不夠香 那些荷葉的香味 沒有什麼 這個是那個 冬蔭公牛柏葉 好像不是很像冬蔭公 不是很辣 所以不是很辣 吃了面的牛柏葉 裡面還有一些菇 粉絲 它這個是餃子狀的窩田 然後有一個灌湯餃 好 好 它給了一些紅醋 鍋貼應該是浸光香醋 放進去浸光香醋 它包太多肉 吃開的是長條形扁的 冬蔭餃餃是一個很大的餃子包 鮑魚和魚骨 這是魚骨 鮑魚骨 是啊 沒有鮑魚的 真的有鮑魚 好硬 有啊 終於找到了 真的有鮑魚 我們今天總共點了5樣食物 鍋鐵9元 鮑魚最貴的 鮑魚灌湯餃14.8元 然後牛排葉也9.8元 糯米雞11.8元 然後和牛酥9元 加上稅是57.95元 我們現在來到Vinona Park 剛剛吃飯在Joy Cafe 在那邊看過高樓 比較右手邊 藍綠色那一棟 North West以下 從那個位置走上來 十分鐘不到 不過是微微向上斜 你可以走外面Camby大街 也可以走內街 我先說說方向給大家聽 因為Vinona Park 其實我都一直看著周邊的發展 我覺得它是屬於Camby 上面 又比較接近Richmond 即是南邊一點 不過來它又不是 永遠都是大街上面很吵的 它有很多內街的發展 我們說外面的Camby 你可以看到 後面的兩棟High rise 近一點我們那棟 其實那一棟就是Camby 就吵很多的 但是進來前面停車的這條小街 那個位置就是 我們今天會說樓盤Yorkon Street 我們的樓盤Savanna 今天會跟大家去售樓署詳細說 就是中間有幾座舊樓的位置 Savanna會建在那裡 它的旁邊附近 都是有一些新喜好 這個好像大約一兩年樓零的Town House 不同的發展商 不同的項目 未來附近可能還有舊House 也會繼續有新的項目 那兩棟High rise就是Camby Garden 現在已經是 好像快要交樓了 差不多建好 我也有客人在等待交樓 還是交了呢 忘記了 我們繼續說方向 我前面這邊是向北 北邊的那條街 就是59階 59階那邊也是有樓 以前就有很多舊的House 也有些已經改建成為Condo 我記得那邊是Condo多的 最有印象的屋苑是Bell Park Intra Corp 差不多兩三年前已經有影片跟大家分享過 裡面的一房單位 我覺得它的電器和造工都不錯 也有朋友住在裡面 所以大家如果想住這個位置 等不及留花的話 想住Condo的Bell Park 也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Bell Park的後面 就是另一個很大的陸化帶 就是哥爾夫球場 就是Langara Golf Course 然後到這一邊 就向東 這一條是Columbia Street 我目測看過去 那邊的Town House 都是在樓齡上 就會比較舊 不是差不多五年十年的建築 會再舊一點樓齡 所以整個公園包住都是新舊甲閘的 包括現在看南邊的話 都是有一些新一些的 這些外牆的設計 看上去是比較新一些 應該都是Stacktown Home之類的東西 然後有些就是舊的獨立屋 包住公園安安靜靜 然後回到這一邊 就在Savannah這邊西邊 還有還可以跟大家提一提 就是前面大家看到這一堆綠色的樹 形狀都很漂亮 其實那些是櫻花樹 這一條也叫做Vancouver其中一條櫻花街 近一點 所以每年有時都會經過 過來拍兩張照片 這個公園的話 是Summer Time的時候 都很多人在野餐、聚會 或者有些時候可能是有朋友在這裡玩 因為附近都有Saxmouth的小學 就是大概這邊 應該是東北邊那裡 很近 所以有些時候家長 一放學就帶小朋友來公園玩玩 然後才回家 我們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生活百科加拿大鵝的小知識 大家來到溫哥華 或者甚至加拿大的其他地方 都會見到這些鵝類的動物 通常他們的出沒地 就會是一些公園的草地 或者是一些有水的公園 譬如一個池塘 有時在馬路邊 零零丁丁都會見到一兩隻 好像我們在Window the Park 就見到這裡有一堆 然後那邊有 加拿大鵝的性格 相對來說是比較溫馴 不過據聞 我自己未親身經歷過 在春天四月的時候 他們都很凶猛 是一種猛禽來的 我們有時上網看的短片 會見到一些加拿大鵝在攻擊人 可能是因為他們春天的時候 要照顧寶寶 所以領地意識 媽媽意識比較強 就會去攻擊附近的人 現在他們似乎好像很溫馴 而且不知為何 可能因為準備過冬 所以他們好像比較肥 然後他們就成批地出動 所以有時大家如果看到天上 有一堆鳥 好像一字形排開 或是人字形飛 然後叫什麼叫 其實那些就是鵝 如果你既然在那個地方 發現了加拿大鵝 你腳下就要小心 因為他們出現的地方 會充滿了他們的便便 周圍全部都是 我會和大家分享項目的地理位置 以及看看建築模特兒 我們先看看方向 這邊是向北的 Yorkong Street 南北向 接著他們是夾62階 向東的就是公園 所以這邊是window Park 向東 向西這邊會夾後面 還有一排獨立屋才去到Camby 如果大家購買這個項目 可以買到前排對公園就最理想 但就算便宜的10萬8萬 買後排 也不是馬上會對著Camby 會有很吵雜的車聲 還在內街 整個項目總共有36個單位 它其實主要是分上下兩個部分 下面ground access 即地下那一層 全部都是一層過獨立的condo unit 總共有一房和兩房的選擇 一房大約500多呎 兩房是700多800呎 全部都是地下這一層 樓上由這裡開始 2、2、3、4 上面這三層全部都是三房的town house 他們的入口就不會再向街外 而在內街 它裡面的屋苑有自己的一個小平台 好像Terrass那樣的area 大家看到這些樓梯上去 就去回這些三房的town house單位 這個project的特點 就是這些三房的town house單位 每一個都上到去 無論向公園還是向後面 都會有這些roup top patio 就是主人房全層出來的一個位置 稍後會和大家看看floor plan 它分了三樓 大家看到 如果方向的話 東西的就有兩座 另外有一個南北的 而東西兩座的特點 尤其在garden flat 就是整個通透的 即是如果大家就算不買上面的town house 買garden flat 你前面有窗 客廳望到外面 後面都不是密封的 都是可以有窗 是望到後面可以採光的 所以變成光漫程度會比較高 我們現在大概了解了項目 另外建築特色都可以和大家提一提 發展商稱之為Georgian style 它主要顏色的組合都是有落深思的 不是整個建築都是一模一樣的顏色和材料 我們從外牆那邊可以看到 它其實是有幾種顏色和材料組成的 有奶油綠 然後也有些米米灰灰 和深黃色 然後去到前排還會再加一些Brick style 好像這些這樣 新咖啡色去組合 變成你住不同的單位 有不同的效果或感覺出來 我們先看看實際地位置 我們先說一下地位 它是一尺寸 我們看看這個地圖 就是Cambi 這條Cambi是其中一條主街南北向的 向北開車單攤15-20分鐘便到了 我們的尺寸在這裏 向南的話 Walking distance5-8分鐘便可以走到 最近的Skytrain Station 就是Marine Gateway Marine Gateway 除了有地鐵站之外 都上面也有商場 有沙北 有飲茶黃庭 有大統環可以買菜 附近有甚麼配套呢 最近的校網就是小學校網 Saxsmith 就是在這裏斜對面走上去 很近的 它除了有小學部之外 也有pre-school 所以對家長來說會比較方便 小學的後面 這個這麼大大 就是Langara的哥爾夫球場 再後面就是Langara College 有大學 也有YMCA 過了Cambi之後 這裡就是Churchill 就是中學校網 另外下一個Skytrain站 其實就是未來Future 57階 當然現在還未興建 這個位置也是興建高樓的 Cambi Garden 其中兩棟高樓 大家已經每天走過都看到 將來再過一段時間 政府應該會開始興建57階 不過未知 所以現在會遠一點 下一個站就是Langara 再上去已經是Ockridge Mall 由Savannah 駕上去將來2024年興建好 Ockridge Park 我之前分享過 我都在說很短 5-6分鐘便可以上去 這樣跟大家分享一下項目的Floor Plan 我們先看三房的Town House 所有Town House都是三房 主要的職位都是直條型 我們可以跟大家看看 先看一個Non-corner unit 這些Plan 大概是1200至1300呎 門口進來之後會有廚房 廚房是L型的 中間有Dining Room Area 又有客廳 也有Powder Room 上樓上之後 兩間房間加一個Flex 好像Storage Room 再Share一個Bathroom 上去第三層 有主人房 Walk-in Closet 和洗手間 這次我覺得比較特別 待會跟大家去示範單位看 它有5-piece洗手間 兩個Sink 有Shower Stow 是大的Full Size Shower Stow 有浴缸 座廁上面還有一個窗 主人房的洗手間 也不是黑廁 這是Non-corner unit Corner unit和不同的地方 基本上是多了兩邊隔離的窗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Corner和Non-corner之間的價錢 可能有些不同 現在這些三房的Town House 發展商跟我說初步定價 未結尾 大約170-180多萬 但這個比較限於後排 即不是對公園的價錢 對公園有一個永久的景觀 所以預計可能有190以上 我也有把Full Plan 和現在初步價錢放在網站上 大家上去可以看到所有資料 這些Town House的下面是什麼呢 我也有跟客人推廣過這個項目 就說這個項目有什麼特典 立即有客人的反應 就很搞笑 他就說OK 對公園是我想要的東西 我還可以買下面的Condo 可以出租 容易管理 或者將來我兒子大 可以住一個獨立的Unit 所以跟大家分享 如果對公園那一排 其實下面的GardenFlat只有五個 這些全部都是兩房 比較帥氣的兩房 就會是這樣的 750呎 這隻 價位近1萬元左右 它的特點就是客廳和主人房 都會對住公園 會佔多些公園的範圍 只是第二層才向著 後面入面的 Terrace 這是兩房單位750呎 如果大家想買一個Investment Unit 只想選一房 只有一個 對住Garden 基本上就是這樣 500呎左右 這個定位可能是80萬頭 如果大家想找一些闊 整個屋苑有兩間 208、209 我們看看208 向東北的這個房間 它跟剛才的積比明顯闊很多 大家看到它的廚房 不是L-Shade 而是有一個Linear 佔了整間屋空間的Linear廚房 有一個大Island 中間有Dining Area 還有一個很闊的客廳 而且很多窗 會很光亮 有一邊是望島公園 樓上兩間房都會大了 主人房都會大了 洗手間會正方形 如果想參考一個完全這樣的廚房 示範單位便會有 跟大家去看看 做出來的廚房 其實就是參照了 我們剛剛說的最大 就是四四方方的Townhouse 它有一個Linear廚房 由雪櫃開始說 它是36吋雙門雪櫃 它用的大部份的電器牌子 都是Fischer & Peiko 歐洲牌子 這個36吋雙門雪櫃 下面有冰櫃 它的雪櫃也有廚櫃包面 有一層的Molding設計 和金色的Handle 然後這裡開始整個桌面 Island的桌面 還有Back Splash 都是Proselin的Quartz 是整塊果 一塊 兩塊 三塊 感覺很白 我現在進來的感覺 所有東西都是以淺白色 配金色 空間會比較闊 然後看看路頭 Fischer & Peiko 五個Gas Burner 30吋 還有下面的焗爐 都是同一個牌子 都可以打開 還有這一隻 都可以整個架拉出來 就讓你不用污身 櫃桶都有Soft Clothes 一格小的 兩格大的 Sink 就是Sterling的牌子 分開了兩邊 用金色的水龍頭 水龍頭都可以拔出來 小碗碟機 就是在這裡 都是做了櫥櫃面 都是用了Fischer & Peiko 這個牌子 然後就是Island Island的話 如果是這隻職就有了 但有些小小小的Townhouse 就未必有了 我們說到電器的size 組合 我們現在看的是最大的Townhouse 36吋雪櫃 30吋 爐頭和焗爐 24吋洗碗碟機 如果去到兩房condo 雪櫃就會去售30吋 如果一房condo的話 雪櫃爐頭就去24吋 這個Island的話 它都可以裝很多東西 這邊是微波爐 基本上這個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上面就是一個很大的桌面 大家可以做東西吃 或者可以做Work Station 現在是放了四個Barthstone 都是比較大的size 至少可以坐四個人 然後我們又看看洗手間 大部份的Townhouse三房 都會是這隻5Piece的洗手間 整個長漂型 洗手間門口進來對著Double Sink 最右邊就是Bath Tub 這個Bath Tub 它沒有在上面做到水龍頭 因為你其實有一個Shower Stove在裡面 旁邊全部都是Posat tiles 都是用金色的鑽 水龍頭的鑽 都是Color 它連下面的去水位是金色的 然後呢 這邊是米米色的地磚 長磚是比較反光的 滑面的 地磚是粗身一點 沒有那麼滑 沒有那麼滑 中間放了坐廁 坐廁的隔壁 這個廁紙柄是金色的 然後地上有些Undermined lighting 是櫃底 這一座就是三個Medicine Cabinet的 儲物的空間 然後呢 下面這裡 就會是兩個Sink Sink中間也有空間 可以放到東西 這些都是金色 牌子都是Color 去水位都是金色的 這個有一個櫃桶 做了一個凹位 下面還有一個大一點的櫃桶 可以放多些東西 然後呢 再過來這邊 就是浴缸 不是 那個Sharer Stole 這個Sharer Stole 都是闊身的 剛才說是Full Size Frameless 無框玻璃 對 關門 然後它是做了兩組花灑頭 一個是Fixed Ring Head 一個是可以拿下來的Handle 都是全金色的 而且這個Handle 可以調高度拉高拉低 有兩個調教水龍頭 這邊的櫃桶 都是特別長的 是橫很多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 一些發展商的項目 都很小的 可能是正方形 這個長很多 火藥放很多東西 整個Tiles做到頂 地上都是鋪了磚 然後呢 這個去水位都是禁食 那這個發展商就是Imani 剛才跟大家分享過的 它是有興建的 不是說是New Developer 它們是Persian Developer 大家可能熟悉多些 就是Kimbo的Project 在Brandwood 我之前未有機會去分享 它的楼花項目 但其實大家如果在Brandwood 那一頭都會看到 這個建築已經在建 也有其他已經建好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每一個單位都會包一個車位 這個車位都是EV ready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買電車 然後呢 Locker的話 就不包在Purchase Price裡面 有需要的 可以3500元左右買一個 Strada fee的話 現在暫定是大約5毫3左右1呎 這個可能會有更改 Deposit structure的話 Default的Deposit structure 就是20% 分幾期這樣給的 一開始就5% 但如果大家早了優惠 跟Carry買的話 你應該會享受到15% Deposit優惠 大約是2025年年初的時候會起好 我們先和大家分享一下價錢 簡單來說 其實如果大家買一個一房的condo 赤價會相對高一點 就差不多1600元左右一呎 所以圍回來 500多呎的condo 你大概都要預期七八十萬左右 對著公園一定會貴一點 如果去到兩房condo 其實赤價是最划算的 我計算過大約是1200元左右一呎 即是你買過七百多八百呎的兩房 約100萬應該可以買到 除非你選擇的是特別大的兩房 對公園就有機率會超過1萬元 這個價錢其實可能是 Brandwood Metro Town 現在買樓花都未必有買到兩房 另外Townhouse的尺價就是中間 大約1400元左右一呎 都依照我們買哪一個Session 所以在Townhouse 大家預初次價都可能170多 當你買得越Premium 越大越對公園就可能上到190多 想去西貢吃菠蘿油嗎 迷你菠蘿包 要多少份 一份有四個 它是迷你菠蘿包 心尖就吃了 但是這些心尖出爐 好嗎 嗯 譬如說我們之前去Gordon Ears 那些公園想野餐 但是當那裡有很多鵝 你都要小心選擇一塊地 否則你可能坐在屎屎上野餐 對呀 蟲鼠那些全部都有很多屎 對呀 對呀